大家好 今天是9月3号 星期二是9月份第二个交易天 股市还是反反复不见着 而且指数也轻轻地创了9月份的新低 等于说 这个股市暂时已经出现一个先高而后低的走势 好了 我们先看看今早的情况 恒生指数早点先低下26点到17665点 曾经一度轻轻地回升到17725点 可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推进 买盘不足是主要的原因 还有股盘要不断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指数今早已经曾经一度 跌了108点到17583点 而大部分时间指数都是在17650点左右水平 进行一个赔为的 好了 经过今早的进一步的反复 结果这走势已经出现一个先高后低 指数暂时是从2号的高位 就是昨天的高位 17862点跌到今早的低位17583点 等于说结果的波幅暂时跌了279点 问题就在这里 第一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交易天之内 当然279点的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那等于说在9月份信息下的交易天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 给我们看到问题就是指数是回升而升破17862点 还是再进一步往下寻找结果的低位 说到这一点我们就要看一看指数跟移动线方面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 经过这两天的反复之后 现在的指数已经在跌圈100跟10天线 这个比较敏感 因为一旦情况还没有能够改善 进一步往下看的就一定是50天线跟20天线 一旦指数在进一步跌成50跟20天线 等于说整个股市在进一步往下寻找低位的走势就会比较明显 当然9月份大家还是有一定的憧憬的 因为美国可能开始要把利息下调 可是利息下调这个事情 其实股市已经反映过来了 而且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等于说就算是9月份美国下调四分之一的利息 第一香港不一定会干渠 第二对股市来说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刺激 当然经过了利息长时间在比较高的水平 利息开始下调对股市对房地产来说毕竟还是正面的 问题就是带来的刺激 我觉得不会太大 因为实际的经济的情况还是比较困难 尤其是消费方面大家都还是比较保守 等于说在利息下调的情况下 对一些财务负担比较重的公司来说的确是有一点帮助的 可是对整体的经济我觉得不会带来太大的刺激 这样是这样子股市基本上就很难有大幅度上升的机会 当然期间来说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波动 而偶然也会做一个上升的 可是问题就是一步一步往下寻找低位的走势 暂时的确是很难改变 从五月份每一月的高位都一步一步的往下调 直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股市暂时来说只要动力还是比较保守的话 不要说多了 轻轻的抛售已经可以令到股市再进一步反复下调 所以大家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点 尽量保留现金 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 好了 下个分析就说这些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小铃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多谢